熱騰騰的麻辣鍋 肥美肉片 算一下 麻辣香氣撲鼻 但高雄一間黑心廠商 用過期四年的火鍋底料 重新貼上新日期 大賺黑心錢 高雄三民區這一間原料行 去年9月被檢方盯上 在工廠查出 業者將過期2到4年的產品 火鍋底料 花椒油 紅薯粉絲 拔鮮果等食品 該好使用期限在賣給不知情的 下游廠商 四年來不法獲利約154萬 工廠囤放2萬3千多公斤的 過期原料 數量龐大 令人折舌 重新打印新的製造日期 及有效日期 在對外販售給不知情的 下游業者牟利 紅薯業者坦誠賣過期食品 雖然回收銷毀 但恐怕火鍋底料 和拔鮮果等過期的食品 早就被吃下肚 其他業者也透露 麻辣火鍋口味重 如果過期了 消費者吃下去也難以察覺 還有過期的八星果 也吃不太出口感差異 讓民眾吃過期4年的原料來賺錢 真的讓民眾怕怕 恐怕下一次吃鍋 會有隱隱 記者黎晴皇世雲 高雄報導 五星總統級的頂級食材 秘製獨家配方 以十多道嚴謹的工序 將嚴選的大干貝 珍珠包 石斑魚菲力入獎 上快點購的網站來訂購 就擁有五星級的食材 同時還有推薦代碼 CTI 999就能夠享優惠 給大家總統級的享受